我们男嘉宾 中医大师 而且还是一个时髦先生 而且还有一个称呼你们不知道 啥称呼啊 武术大师 会武功 就是会武术的按摩师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别看人家瘦 浑身全是健子肉 其实会按摩的一般都要会点武术 琴拿啥的 因为摁到半袋腾腔跑那是不可能的 琴拿术一下哪跑 从小跟父亲学一些长拳北派的 长拳 亮个室 省两下 大概 好长时间不练这些长拳扁 不过我估计也能劈开一点 很谦虚啊 哎呀 天啊 这有什么长拳的标准动作吗 比如说我们一说这个 因为小的时候长拳 你必须要把腿能劈起来 这基本功要求很严 年纪大了不愿意整这些东西 我也会武术 你怎么常常都会呢 人家会啥 你会啥 一姐 不是 人家别人会跳舞 我都不会 我以前学过 上学前学的红拳 如果叔叔跟你在一起过日子的话 他要是说家暴你 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你是吗 那得看谁 不一定 他要喝多了 他指定打不过我 喝多了 最拳打不过你 还红拳 我多给他喝点 之前你不是在上海吗 遇到很多非常前卫的人 你看咱们一号前卫不 一号很前卫 非常前卫是吗 我看他的头型 从眼睛 面部的妆 妆和身体都很注重 相应 打不得很精致 能看出他费了很多心思 他刚才说他工作的地方在新天地 因为新天地我知道 那是一个潮流的这个集中地 那么我想问一下几位姐姐 对于你的另一半很会打扮 这个事你怎么看 其实也赞成男士吧 爱打扮 给自己整的立正点的 但是你这耳环 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多余 如果你二十多岁了 三十来岁了可以戴 这个年龄好像没有戴耳环的男士 你穿的立正点行 戴耳环的女士 我觉得挺时尚的 四号和我们的六号 都喜欢打扮的 那你评价一下四号 人参娃娃 红月好像是喜欢运动型的 说的完全对 爱运动爱跳舞 四号女嘉宾 您的头型是找人专门设计的吗 我儿子就是做头发的 头发 理发的 他觉得你这个头型特别适合你 是 特别可爱 霞姐 他俩有共同语言 为什么呢 我四节在吊冰山 人家也是经营一个按摩院 而且还是吊冰山 广场舞创始人 主要就是 对 给我拔罐了 还刮萨 那他跟我是同行 对 同行 您对咱们女嘉宾也评价一下 那是环带着咋样 挺好的 挺时尚的 挺时尚的 他如果这身 这头型跟你出去溜达行不行 需要他改一步 不行 肯定要 一丑就不像中人 这么冷肯定要穿衣服的 不是人家现在也没光了 人家穿着呢 刚才让我穿我都没穿 我就要这个造型 就这造型 夏天行 夏天行 冬天肯定要穿大衣的 他的头发 主要他的头发 能不能跟你出去一块走 还是你必须把帽宅给戴上 行啊 可以是不是 比我好多 我还没多大头 他心态很好 而且就像小孩子是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 就应该有像他这样的心态 很活跃 挺好 挺帅气 守识 想安 穆 谢谢大家